好 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另外来关心的是 结束你不知道外送语言 能够赚外快之外 还能够意外帮助警察 我们就先来看看的是 其实在国外的部分 其实不管是怎么样 全世界在超市卖场 零售通路缺工都成为一个 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现在在国外 Uber Eats新功能 外送员身兼减货员 这个APP会显示 商品在哪个货架上头 所以他们也能够跟顾客来即时沟通 甚至还能够扫描商品的条码 确认品项是否正确等等 那其实在纽澳市场 已经做起来了 那在日本7月也计划要上线 马上也要开始了 那Uber Eats的台湾团队 目前表态说 正在评估是否开放这项功能 关乎于台湾零售业者态度了 不过我们来看看 是台湾的这个Uber Eats 一些外送的乱象 我们就来看 实际上是台北市 北市U-Bike前30分钟 不是免费吗 疑似被外送员当成 那个零成本营类的工具了 市议员李明贤就说 外送员用U-Bike赚钱 确实违反了公益 但是技术上难以避免 而且很难用身份去区隔 那市议员陈又诚则认为 江东局应该跟外送平台去谈判 如果外送员用U-Bike送餐 就要停权 如果民众发现 也可以检举陈又诚他的提议了 不过全台湾14万5000多位的 外送员 他们意外也变成偏僻地方 这个接单变成了警方守护治安的一个助力 可以意外帮助警察 那自治条例也奏效 外送车货也连降三年 那无论如何 U-Bike很多就是要送吃的嘛 提到吃很多人爱吃麦当劳 但来看是麦当劳花莲中山店外面 被外送机车包围 原来花莲现在只剩下这一家 Only One 就是它 只有它有外送的单可以接 所以你看外头爆炸满 外送员只好在外头死守 爆量订单 业者忙到炸锅 你看这样大排长龙 看不到尾巴尽通 全部是外送员在等单 外送员更是经常等到直接干脆起单 联锁素食业龙头在花莲这家门市 外头被外送员团团包围 全都在等待外送餐点 原因竟然是因为花莲只剩 这家有外送 网友po出照片 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感觉全花莲的外送都跑来了 这家店的营业额铁定达标 你的餐点正在场外决斗 甚至还调出前员工留言 身为前员工 我只能说累翻 本来就挺忙的 现在只剩我们跟爱买店 卸楼 这一家连锁素食业者 在花莲共有四间门市 4月3号地震后 吉安分店呈围楼准备拆除 立即停业 位于蓝天立池正对面的分店 也被迫歇业三周 只剩下两间还有营业 但原百店没有外送 所以全体订单全都集中到中山店 一定等很久啊 一定都不出来啊 有时候你不接也不行啊 订单多到炸裂 外送员排队也排到无奈 甚至经常有人选择弃单 本来就是外送热点的中山店 现在遭到外送员包围 成了花莲 另类其境 记者刘己娇 朱俊逸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